今天是12月15号 A股已经收盘了高开低走 尾盘飘碎 A股迎来三年跌 为什么全球股市都在增创新高 A股就是涨不起来 还在不断的走低 什么原因导致的 还有就是今天尾盘的沙跌 到底是谁在做空 在这些问题我们就当下的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这方面下我们股民该怎么办 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本金避免大亏 在这些问题我们步入今天的技术分析 在讲技术分析之前 听见大家视频上讲的这些技术 就是一个免费的分享物作为依据 在谈具体的板块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大家看一下今天A股很有意思 早盘高开 那么高开的原因大家都知道 美股昨天晚上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的A股在人家的刺激下 顺势高开了 但是高开后这里出现一波快速跳水 那么跳水过程中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的内资在流出 我们散货几乎是躺平的 好但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外资也就是在上路的时候 突然大幅度的买入 大幅度流入 在这个位置买入了几十个亿 可是下午你看没有 又出现一个下跌的走势 很多人就问 为什么在外资大量买入的情况下 A股今天为什么还是下跌了 还是跳水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其实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个事实 今天的外资玩得很溜 为什么 大家看上午的话 在这个位置 它是大量买入买来几十个亿 但是下午的话 它又砸了 那为什么会砸 可能关心股市的一些消息媒体 应该知道 今天是一个什么 股指期群的交割 所以它利用什么 拉高后的一个数据 可能在这个位置是吧 又开空单 以后在这个位置砸下来 实现一个什么一个赚钱的目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里确实是跌了 不能说外资 人家是在恶意的砸盘做空 其实这就是利用了我们股市里面的某些交易规则 达到的套利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仅仅是外资在这么做的 我告诉你 今天有很多的一些大资金 甚至一些机构也是这么做的 打盘的时候 可能拉高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位置什么 在这个位置拉高的时候 它可能是有资金进场的 但是在这个高位肯定是在什么 融券砸盘 或者说股指吸货 股指吸权 这方面的一些砸盘的 所以它下午月的 我们来看一下 外资的一个资金流入 你就知道 大家看 这是北向资金进行流入 大家看北向资金的话 当日进买入负41.66亿 大家看没有 我们来重点来看一下 今天的筑体的世界 什么意思 大家看这是什么 这个是上午的 上午的这个多少 最高的时候 你看北向资金进买入54.18亿 最高的时候 进买入是54.18亿 可是你看到下午的时候 收盘进买入是多少 -41.66亿 你看从这里一路走的 一路走的 尾巴是一路跳水 一路下 这里大家现在明白没有 A股下午为什么跳水 跟它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跟我们的市场 其他资金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为什么全球股市 都在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的A股 总是涨不起来 在砸盘 其实在上午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上午我们的超级权重 几乎都挺稳的 不说别的 就是说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酒王 对不对 大家看酒王在上午的时候 是表现的比较惊陈的 这个位置 是不是马上走 拉起来 下午你看没有 一路走的 一路往下 好 再看一下我们的银行龙头之一的招商 他在上午的时候 也是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 资金在流入 资金在什么 在进场 对不对 下午的话也是越来越低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外资的情况 你会发现今天的 净买入额最多的 你看没有 这个昨天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个旁边的走势 你会发现 它的一个拐点 其实就在我们吃饭的阶段 对不对 吃饭的阶段 你看外资在上午的时候 还是很强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讲的贵州茅台 大家看一下贵州茅台 是不是 发现没有 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我们吃饭后的一个走势 那么跳水撒地了 现在大家明白没有 这里又变成了杂盘的对象 所以大家现在清楚了 外资的做空的对象 外资的做空的思路还是没变的 不相信的话 你再看一下招商银行 是吧 招商银行在上午的时候 你看这里也是很平衡的 吃完饭以后 突然就跳水了 一路走低 那你刚才看到外资的一个流向 就是北向之间流向 是不是 在下午的话 通常也是敲水了 所以他砸的还是我们这些超级群众 砸的还是我们这些行业里面的忙头 以达到做空的目的 所以我们的A股在这个位置 是吧 老是出现这种撑高回路 或者高开低走走 跟他们有关系 同时跟我们的交易规则有一定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位置想要提问的话 必须要做出重大的改变 比如说交易规则的改变 限制做空 对吧 限制转融通 对不对 或者说把这个交易细节改一下 学习人家漂亮 学习人家三哥的 对吧 机构 T加3 散户 T加0 我觉得这些都要改变 不改变的话 我们的A股想象涨起来真的很难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其实不管是外资也好 还是我们的一些大资金也好 他们都可以利用这些规则 达到日内T加0的目的 但是我们的散户只能是T加1 所以这里是为什么散户老师被收割的一个原因 带着这些问题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A股很弱 但弱从市场本身来说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这些不平等的规则 也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 对不对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 A股为什么要在下午挑水 说白了外资又砸了 还有就是今天借股指期权的一个交割 完成了一个什么 完成了一个做空的目的 好 到这里已经实现了30跌 马上就逼近了前期的跌点25953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全球股市在什么不断增创新高的情况下 我们的中国股市甚至还在什么 考虑增创调整的新低 那你说这个找谁说你去 是不是说不清楚 说不明白 这里我再次来提醒大家 市场在这个位置是很弱的 你要在中午的时候 包括上午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拉高的过程中 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是吧 不要看来涨了 你就忍不住了 直接追直接加仓 不必要太过的纠结 有低点你可以去低息 这个都没问题 他都说了很多次不要去追高 不要追高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理解 很多人就是 看来跌了我就忍不住 我就割掉 看来一涨了我就直接加仓 我就追高 对吧 结果一亏 完了 尾盘一挑水 又套住了 又大亏了 明天来个低开的话 二亿又割入了 对不对 很多都在做的 这里很多人 他的操作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但并不是说 这个技术不行 是你本身操作存在问题 是吧 市场已经摆明了 这个杰作已经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还是有人这样做 偏偏对着干 那没办法 好 接下来如果说到了前低附近 我们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这个 O9O3我们该怎么办 O9O3的话 我们就可以考虑什么 再次的低息博弈 还记得吧 我在昨天跟大家说过 要防防大洋突袭 我们现在A股对利好都已经什么 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反应了 很多的这些资金借利好就高开低股拔盘 对不对 已经变成他们获利的一个什么一种方式 在这种行业下 其实说本来就是他们把我们的操作规则 或者交易规则已经运用的炉火纯青了 是不是他利用这个交易的限制 或者说利用这个交易的漏洞 达到做空的目的已经炉火纯青了 对呀 每次你出利好几乎都是什么 都是高开低走 大决数还是不行 所以在这种行业下 除非用重点超级大招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周末 我在昨天跟大家说过 要防超级大招 什么超级大招 降股降息 比如说这个证券里面的什么头部券伤 枪枪连合 那么这种超级重放 那很有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反弹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 所以大家在操作中美还是要注意 整体市场很弱 但并不是说没有机会 这市场还是存在一些机会的 那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仔细看了今天的一个旁边 就是在下午 下午跳水大跌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市场有一些板块还是表现非常不错的 那么哪些板块是重点的 哪些板块是焦点的 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板块的一个分析 大家板块分析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巴巴巴支持一下 好 大家看今天表现最强的是什么 快手概念 短距游戏 互联网电商 如果你是找盘看的分析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我在找盘跟大家说过表现最强是谁 房地产 对吧 今天上午找盘最强是房地产服务还是房地产开发 对吧 可是你发现没有房地产明显的掉队了挑水 是不是 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去追高房地产的 你想想 你在早上的高位去追高房地产的 现在一掉队一撒下来 你是不是非常之云门 非常之重点 对吧 感觉又套着了 感觉又上当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走势 我在上午的时候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房地产在这个位置为什么会涨 它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利好 我们的高层放了一些利好 说房地产的话 有些是有一定的改善的 实际上就是透露出了一个什么 透露出了一个好转的迹象 就不是说现在就好转了 只有这个迹象 结果你看它马上就出现了一个什么 异动冲高 对不对 说的好听点 就是高层频频放利好 那么房地产可能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一个底部了 要出现处理反弹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它借机赢了一个拉高 但是好景不长直接就冲高回头跳水了 但你要是不追高问题不大 你追高了 但我没说 所以我在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 这些方向位置比较低的 你可以做个低息 做个潜伏 做个博弈 去做个跟踪 做个上车 没问题 但是反弹拉高了 你不能去做一个什么追高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了除了房地产之外 你看今天的 其他板块 就是下午的话 有一个热点起来的 这热点是谁的 互联网电商 可能大家会发现 下午的互联网电商突然就拉起来 那为什么互联网电商会拉起来 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个事 什么事 因为在快收盘的这个时候 突然就出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就是有很多的大中型的城市 或者跨境电商的示范的一些资格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关信息 结果一下子马上就拉了起来 马上就活起来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跟消息面有很大的关系 跟消息面有很大的关系 在下午的时候 他突然拉起来跟高层放租信号 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你看一下 周围板块里面的战财大哥 跨境电商 直接就拉了跨境通 对吧 直接就拉了一个掌停 大家看 从这里付三个多点 直接拉了掌停 十几个点就起来了 拉出了一个大长腿 说这种的话 我觉得就完全靠运气 完全靠运气 你在买这个消息之前 你像这种票在这个水下 我估计没几个人会买 没几个人想买 对不对 但是这种就是买起起来 那么这里的话 就是消息面次击下的一个情况 这里大家还是要注意 你在今天这个位置没进场的 那要看一下周末的消息面的一个变化 如果消息面 是吧 就是那么一回事 没有什么赫序的一些利好加持的话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下周就是一个坑 或者说是冲高回落的一个角色 所以朋友们 不要看它一涨了 一拉了 我们就什么就追 还是要注意这个细节 我在强调了很多回 整个的A股市场 现在就是这么一样一种策略 什么策略量 利好加持下来高开 你不能轻易的去追 不能轻易的去顶 但是有一些低位的热门板块 还是可以潜伏的 你看除了互联网电商 今天下午拉起来之外 但是你会发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像短剧游戏 还有什么 还有比如说拼多多概念 这些 其他很多是近期跟什么有关 跟网络有关 跟科技有关 还有文化传媒 你看近期也是比较强 说的好听点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科技面的叠加发散 这里我再次来提醒大家 市场主要的重点 集中在科技加汽车 对不对 那么汽车这段时间表现不佳 在调整过程当中 资金就把火力对整了科技 在反复的炒作 反复的一度 所以你要注意这个细节 你看今天涨停的票 对吧 除了国企改革 你看文化传媒 这个化级电商之外 下面的 大家看华为机器人虚拟现实 对不对 其实很多都是跟什么 跟科技的有关的 所以你只能有助这些核心品种 你才有机会吃到肉 才有机会获利 哪怕大华再调整 你也有机会 对不对 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 不要看它一跌了就怕了 不要看它一涨了 就什么就懵了 直接就追 我觉得大家都是需要注意的 从市场的节奏来看 现在的A股 非常之弱 想要赚钱 非常的难 只有抱团一条路了 抱团的话 你看现在抱团的方向是什么 国企改革 虽然说指数表现一般 但是个股表现好 对不对 今天涨停的票一大片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国企改革这些大涨的票 这些涨幅居前的票 其实很多它也是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叠加题材 国企改革叠加某某热点 国企改革叠加某某热点 对不对 其实它就是一个底部的一个什么 起涨底部的一个上升 在这里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 要注意这个细节 注意这个变化 好 对于当下的行情 大家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整体来说市场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大家逢低关注就好 等待大行情的发枪指令 我在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 等待信号 信号其实说白了 就是底部出现放链中长阳的进攻信号 那么底部要出放链中长阳 只有一条路 大群众爆发 大群众主要集中站 科技 主要集中站 中之头 大金融方向 当然北九也应该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 北九出现这种位置大挡的可能性 没有大科技 没有大中之头 没有大金融高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可以把这个重点 把这个特重点稍微的移一下 整体来说 这一周的行情 是什么 高开低走 但是下周的行情不悲观 下周随时都有可能迎来强势的反击 好这些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